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健庇开胃的 阿姨 这孕妇不能吃含酒精的东西 这里才有多点酒精啊 我这多煮一会儿都会发掉了吗 不行 那也不保险 这万一孩子生下来有什么问题 杨女士会怪我的 有什么问题 我担着 阿姨 阿姨 真不能吃 你就别浪费鸡蛋了 阿姨 真不能吃 真不能吃 我把它倒掉了 真真 烫死我了 怎么了 你起来吧 妈 妈 怎么了 阿姨 没事 我那个做汤 烫了一下 怎么搞的 赶紧冲下水 一会儿该起泡了 没事没事 怎么搞的呀 没事 怎么回事啊 不是有意的 你不是怪我妈手怎么烫着的 你看 这个杨女士说了 你不能吃含酒精的东西 你又是杨女士 又是杨女士 杨阳 你是不是每天都按照这个单子对我妈指手画脚的 我让你指手画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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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阳 不严重 妈 怎么不严重啊 妈 怎么不严重啊 你看你手都烫成什么样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走 马上给我走 算了吧 杨阳 算什么算呀 就是因为你老是跟她算了 所以她天天都得寸进尺 你干嘛要忍气吞声 咱凭什么受到这个气啊 你听见没有 我让你走 我不走 我告诉你啊 这是我的家 这是我说了算 赶紧在我面前消失 我不走 这是杨女士的家 杨女士没让我走 我就不走 杨阳 你别掺着杨阳 这是我的包 我的包 别掺着我 我的包 走 别掺着我啊你 闺女啊 你别真动气啊 你跟她去找人 我就说这房子不能要 你看现在连一个房口 都给咱们气瘦 有什么人呢 坐呀坐呀 慢点慢点 小陈啊 你慢慢说 到底怎么回事 我听您的 不是让叶莹吃含酒精的东西 可他们根本不理 就把我赶出来了 您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是您请的 平时他们看我都不顺眼 嫌我挨手挨脚的 今天把我的东西都给扔出来了 我请的人 他凭什么说敢就敢 我也这么说 可叶莹说那是他的家 他说的算 他的家 我倒要让他看一看 到底是谁的房子 走 小陈 我带你去评评里 他欺负我也就算了 他还连我妈一块儿欺负 好了好了 咱让他走 再也不让他来了 是 他是走了 杨慧玲又会安排另外一个人 过来接替他 你今天是没看见 他列了一张单子 什么都得按照他的意思去做 你说他有这个必要吗 难道我妈会害我 我就不明白他非要干嘛呀他这是 他是不是有强迫症啊 还生活得太空虚了 行了老婆 我们不钻这个牛角尖了 咱们把心胸放开阔一点 是不是 其实 其实这个杨慧玲心点还是好的 但是他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 不会说话 不会做事 才不跟他一般见识啊 不 什么叫不跟他一般见识啊 你知道今天那小保姆跟我说什么吗 他说我没有资格赶他走 这个房子的主人是杨慧玲 你说但凡杨慧玲平时在言语里边 能对我和我妈有一点点的尊重 他一个小保姆 能对我们是这种态度吗 这孩子不是我想怀的 房子也不是我想要的 凭什么他杨慧玲就操控我的人生 凭什么他要我和我妈对待感恩怠惰 三跪九寇的 还有你 你平时老是说我什么荷尔蒙失条 你能不能就哪怕只有那么一次 你站在我的处境想想 寄人篱下是什么滋味 好好好 老婆老婆我知道了 真的 我完全理解 真的完全理解啊 不神气了 老公向你保证 以后这种事啊 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告诉你 李楠 这是最后一次 如果他杨慧玲再无理取闹 我马上就走 你不能走 谁都能走 你不能走 别动 肯定是杨慧玲跟她那小跟班 你自己看着吧 你怎么又来了呀 他还在气头上呢 先回去吧 他在气头上 我还在气头上呢 他们人呢 出去了 出去了 我跟你说 今天这个事我都知道了 我们今天先不聊 你先回去好不好 还有 小陈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以后不要再来我们家了 好不好 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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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怎么跟你说我不清楚 这件事啊 你不用管了 我来给他们解决 别别别别别别别 如果你真的想解决 等她生孩子以后 你想怎么解决 就怎么解决 好不好 不能因为她要生孩子 就惯着她 楠楠 你是知道的 自从她怀孕了以后 我们什么事不由着她呀 吃的喝的用的 什么都是最好的 顾保姆搬新家 可现在怎么着 她一句话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她眼里还有这个婆婆吗 够了够了 你能不能少说几句呀 整天就这点事说来说去 烦不烦啊 你能不能让我千禁两天 自从她怀了孕 你们天天吵天天闹 我真的不知道 你哪来那么多的精细神呢 你整天管东管西 指手画脚的 你累不累呀 她现在马上就生了 你能不能让一个孕妇的 心情愉快一点 你又不是不知道孕妇不能生气 对宝宝不好 你是不是就喜欢 让所有人听你的话 就像听圣子一样 你才舒服啊 不要再说了 是不是他们两个人 教授你的 你们两个人 算什么东西啊 说了 你们俩默着胸口 问问你们自己 我哪点对不起你们 我把忙子给你们两个人中 把你们两个人 还像贵宾一样的伺候着 有吃有喝的 怕你们俩累着 还给你们请保姆 这都不算了 你竟然挑唆我的儿子 叫他来埋怨我 你们知道 这叫什么吗 这叫报恩负义 放开我 娘 上 走啊 走 放开我 我以后 我再不会来你们家了 妈 票我都订好了 今天咱们就回去啊 盈盈啊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啊 妈 我这边东西收拾得快差不多了 你看你有什么要收拾的 哎呀我的小祖宗哎 这昨天啊 男的不是挺向着你的吗 你这是干嘛呀 你把心放宽点 不就什么都有了吗 妈 这个鬼地方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我每天都觉得这憋得慌 我要憋出病来了 今天咱们必须得走 以后宝宝出生了 你跟我爸先带着 反正孩子我是绝对不会交给杨慧玲的 我回来以后我自己去租一个房子 我挣了钱 咱们买个更大的房子 我再把你和我爸还有宝货借过去啊 不是盈盈 你这挺着这么大个肚子 你这不给自己找最瘦呢嘛 我宁可身体上受苦 我也要精神上瘾 行了妈 你回去收拾东西 那我给李楠打个电话收拾 哎呦妈你还打什么打呀 我昨天都已经警告他了 如果杨慧玲要是再闹一次 我马上就走 别说了啊妈 快去去收拾东西 那你等着啊 等着妈收拾的 咱们回家啊宝宝 再也不在这受气了 咱们回家啊宝宝 咱们回家啊宝宝 再也不在这受气了 啊宝宝 知道吗 什么呀 有点疼啊 忍着点 哎呦 忍着点 哎呦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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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前面这边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挺慢点 前面 慢点 慢点 来来来 来 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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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 慢点 慢点 不行 腿出去了吗 腿出去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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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出 快水 妈 这 这快要升了呀 妈 怎么办呢 腾出了 你等待 妈去叫出路车 等着 别动她 等着 妈 什么 要升了 那你们在哪儿啊 回去了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妈 妈 好 来 行 行 你帮我看点工作好不好 我老婆要升了 谢谢 谢谢啊 好 那你慢点 好好好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奶奶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那我们快过去吧 奶奶 疼 别怕啊 妈 我害怕 没事没事吧 妈妈 妈妈 我会怕 妈妈妈 妈妈去带门外 别怕 你可懒 你可懒 你们可懒了 怎么样了 你们可懒了 刨腹产 刚退进去了 你呀 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这孩子都快生了 你还让他跑成毒在车上垫 我不让他回来 他偏要回来 我拦不住他呀 怎么了 你难跟他吵架啊 我也不没吵架 那怎么了 那一定是 雅慧莲又惹赢生气了吧 肯定是他 都怪我 都怪我 否则真的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成了这三家人的罪人了 你现在说这些话还有什么用啊 好好开你的车行吗 还要吃饭吗 这个孩子 对 怎么不怎么了 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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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盈盈盈 盈盈盈 怎么样了盈盈 妈妈情况还好 是个男孩 孩子虽然有缺氧症状 不过你们放心吧 已经送到新生儿救部使了 妈 是这样 没事的 没事的 咱们没做亏心事 不会出事的 孩子放心啊 妈 都怪我不好 以后我一定要 挣很多很多的钱 咱们再也不受之于别人 再也不让你和宝宝受委屈 盈盈 这时候还想着妈妈 行了 行了 好好养着啊 盈盈 蓝蓝 怎么了 盈盈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为什么 一声不吭地就跑了呢 你万一要出点什么意外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整天就想着 你那点委屈 不是你一个人在生活 在过日子 你把我这个老公 当什么了 盈盈 他还在做月子 行 你没什么事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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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老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对你这样的 只是你不知道 我这一路上真的 快担心死了 对不起 是我贪心 现在咱们的孩子 还在监护室里面呢 什么 宝宝怎么了 没大事 医生说有缺氧症状 那 那严重吗 能治好吗 现在还不知道 老婆 老婆 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不管怎么样 你平安就好 老婆平安无事 太好了 是儿子还是女儿 孙子 太好了 是个大胖小子 七斤六两的 真的 怎么那么巧啊 跟楠楠一样重 妈 我也等爸了 可不是吗 老婆 你是我们家的功臣 可不是吗 今天哪 真是有惊无险 这孩子没事可太好了 莹莹啊 我得赶紧给你爸打电话去 她还惦记着呢 别 你们在这儿落 我去给老谢打电话 好 快去快去 我去我去 亲姐呢 回家煮粥去了 赶快告诉她呀 再加两个鸡蛋 莹莹啊 这小米粥和鸡蛋啊 是产后最好的营养 得吃很多天哪 慢慢的 再加一些高蛋白高钙高铁的食品 这个月子啊 你可得好好的去做 要不啊 我要在我妈家做月子 那我怎么办啊 孩子以后就让我妈来带 一直带到上幼儿园再说吧 这可不行 你还得喂奶呢 那孩子得留在你的身边啊 好 亲姐母 莹莹 我现在 就和你们赔礼道歉 是我不好 让你们受气了 要不是我啊 你和宝宝也不会吃那么多的苦 可我这个人 你们都知道 就是脾气急 性子直 可 我的心是好的呀 你看我这个人 明明都是为了大家好 可就是因为我这脾气 好事啊 就变成了坏事 亲姐 你就别怪我了 莹莹啊 你就原谅这个婆婆啊 过去的事啊 就让她过去吧 一家人啊 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结 是不是莹莹 老婆 你还是带着儿子回家住吧 要不然我自己一个人回家 家里冷冷清清的 我真受不了 是啊是啊 亲姐 这样吧 得盈盈 恢复好了 我还是把你接回去 还是由你来照顾盈盈和宝宝 这样最好了 是吧 我保证以后我什么事都不干涉 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好吗 反正我妈是不会过去了 她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 再也经不起别人的白眼 是是 都怪我是我不好 不过以后不会这样了 好吧 我跟孩子可以回去 但是 妈 你能帮我照顾孩子吗 我当然愿意啊 可是 好啊 好 只要盈盈开心 怎么都好 谢谢惠玲啊 我做梦都想抱孙子 那可太好了 妈 你要是回去 那 那真的太好了 是不是 崔岚啊 你能回去照看他们 我放心啊 要不这小两口的 还真不行啊 你就放心吧 有我呢 好 快 快 先让把汤喝了 好 妈又是猪蹄汤吧 嗯 这猪蹄汤挺管用的 你看这两天你的奶水多多了吧 快喝了 帆帆睡了 睡了 睡了 有这小家伙可皮了 睡着了小哥们小头还一身一身的 对了妈 过了这个星期 你就让我用电脑吧 再等等啊 妈真等不了了 我这么多天没开张 你知道我损失多少钱吗 再说了 我天天这么躺着 我心情也不好 我心情不好 会影响奶水 别别别 好好好 那过这星期再用 好 不过别用太多啊 好 应该是可可来了吧 那我去 又是可可了 恭喜恭喜啊 恭喜恭喜啊 好了 恭喜恭喜恭喜 看看可可 越来越漂亮了 考虑什么呀 妈人家现在是大明星 是吗 小宝宝的 一边 我妈天天念叨她 一口一个宝宝 一口一个宝宝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失丑了 天哪 太可爱了 谢谢小孩太可爱了 我就是一坨小肉肉哦 范范 是不是知道这是姑姑啊 对对对 我叫姑姑 我叫姑姑 你叫范范呀 她叫范范 范范 范 我叫姑姑 妈你放那儿吧 我一会儿就喝了 你看见没 我现在都快成一头奶牛了 我每天都喝那个猪蹄汤 我看我要再这么喝下去 我那脸 就快成猪头了 我的腰就快成水桶了 我的腰就快成水桶了 所以千万别太早生孩子 太遭嘴了 你多好玩啊 你别别别别 真招人稀罕 难怪我妈天天想着她们 嗯 是不是 我都听我妈说了 别生气了 她那人就那脾气 她真不是故意的 你怀孕之后呢 她就把所有注意力 全部都放到你跟宝宝身上了 这个你也知道 我知道她是好心 但是她的方式实在是让人接受不了 我也是这么说 我劝她她也不听 那东西都是她买的 她不敢来 怕你不让她进门 算了 你跟她说让她来吧 我也没有那么记仇 太好了 谢谢嫂子 你怎么谢啊 辛苦你了啊 我不辛苦 我现在一看到孩子 我就觉得我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现在儿子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以后呢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我要给我儿子吃最好的 穿最好的 用最好的 我要做他最坚实的后盾 刚有了孩子 你就成了标准的孩儿奴了 你呢 复婚了吗 快了 你那个是复婚顺利 很顺利 以后别再轻易离了啊 我哪儿还能再离啊 好不容易在一起啊 可要好好珍惜 真的 真的 可可 一定要珍惜 其实我这次经历生孩子 我也体会到 不管是爱情还是婚姻 都需要两个人共同去经营 特别是需要彼此珍惜对方 你也知道 你哥这个人完全就是一大小孩儿 我跟他结完婚以后 我都觉得我简直太后悔了 他哪有当老公的样啊 但是经历这个事儿 我下次觉得他不一样了 你没看见那天在医院 他一进门他就跟我好 然后又马上给我赔不是 其实我看出来他是真着急 真心疼我了 尤其我跟他说 我说宝宝现在缺氧 还在监护室里边 他不但没责怪我 他还跟我说 老婆只要你没事就好了 我当时一听那话 我的心情一下子就好了 我就一点怨气都没有 我就觉得我应该珍惜 眼前的这个男人 珍惜我的家庭 所以你也一样 你别老做事那么冲动 好好想想前言后果 知道吗 折腾的 又给范范买小衣服了 是啊 一路上啊 看到卖宝宝衣服的服装店 就忍不住 你说 范范穿上这个衣服啊 是什么样子的 肯定很好看 你看她这小裤子 多可爱 慧玲啊 那个 你今天晚上有安排吗 要是没有啊 咱们看下电影去 我是得给自己安排点事了 要不然啊 一静下来 这满脑子啊 都在想翻翻 你去 老婆 又 我回来了 顺利完成任务 你的宝贝大孙子 又白又胖又可爱 没有 太好了 没有 太好了 嫂子的心情也不错 嗯 还说了 欢迎你去她家 看翻翻 真的 她亲口说的吗 当然亲口说的 叫我过去 当然啦 哎呀 太好了老大 太好了 我可以看到翻翻了 是 老大 这电影啊 咱们不看了 那不看了不看了 我马上去商店 给盈盈买一套 专门普鲁妈妈用的护肤品 好 对 谢谢 谢谢现场的歌迷朋友们 其实大家还不知道 我们乐队的主音吉他手 可可 其实也有一副好嗓子 那接下来就让可可 送给大家一首歌 我们的无奈 你这边的歌迷朋友们 有什么意思 我就知道 我其实没得到 老爸 那我就不想给大家看 我大叫你 看不出来 你们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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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你说我嫁不嫁 许豪 我们结婚吧 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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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 贵脸啊 我跟你说啊 可可和徐航离婚了 什么 不是 我在他们这业会上 他们现在有意要和好 要复婚 你是业主吗 我是业主 你快开吧 我看你们怎么复婚 错一次 绝对不可以错第二次 绝对不可以错第二次 可可 吓死我了 你 你还吓死我呢 我差点没报警 你这是干嘛呢 你和你这都翻的 我离婚这儿放哪儿了 你干嘛 我离婚这儿能干嘛呀 办复婚 不给 给我 可可 你这样跟徐航复婚啊 当然了 很认真的 丢人哪 这丢人都丢到家了 清清妈知道你离婚的事 马上我们以前单位 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你说你好端端的一个姑娘 你瞎折腾什么呀你 愣要把户口本 从一个未婚折腾上离婚 你好了吧 舒服了吧 我看 我看小林口的感情挺好的 既然他们想复婚 那 那咱干干脆脆 就给他们办一风风光光的婚礼 也把你面子找回来 不行 找一个又穷 又没有本事的女婿 那更丢人 徐航也没有那么差吧 他虽然现在没有签 可是本事还是有的 将来还是挺有发展的 你还要不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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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芬芬的床搬到我们屋来 让她睡这儿吧 你老是这样一趟一趟的 跑来跑去的 你也没法睡觉啊 芬芬在这儿影响你们休息 再说 营奶水又不足 能让她多睡会儿啊 就让她多睡会儿吧 你也得上班 你也要休息好啊 我走了 芬芬 这么晚了 哎呀 芬芬 眼睛你不要了 妈 快回去睡吧 我没事 我都不知道你这个网店 能折腾成什么样子 你还真别想想这小小的网店 你不知道 那淘江湖里边 有好多创业的帖子 人有一些卖家坚持下来 现在都已经月收入十万了 你现在这东西想赚钱 想疯了都 就这破玩意儿 我同学的这护肤品挺好的 都能和那些大品牌媲美了 而且无添加 无污染 要不下回我也给你试试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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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了 你也别弄我 快点睡吧 你还别弄得我没法睡觉了 你也别弄得我 买什么呀 我在网上给芬芬 买的日本奶粉 三百多块钱一桶了 三百多块钱一桶了 三百多块钱一桶啊 这么贵 哪有母乳好啊 我的奶水不是不够吗 咱们就混合喂养吧 那就算混合喂养 那你去超市买不一样吗 你在网上买 又贵又不安全 这家网店信誉很好的 而且人家是从日本 直接海运过来没问题 那也太贵了呀 那一桶啊 我买国产的 两三桶呢 给自己儿子喝还嫌贵啊 你说我这么拼命的挣钱 不就是为了给芬芬吃最好的 喝最好的 用最好的吗 难道咱们看到别人家的孩子 喝的是进口奶粉 咱们给自己的儿子 喝三聚清安啊 那你这何苦呢 你要真为你儿子好啊 那你就好好休息 奶水充足 那比美国的奶粉都好 哎呦妈 不是光解决了喝奶的问题 咱们就算为芬芬好了 你说现在上一个好的幼儿园 好的小学 都得花很多很多的钱 有一些多的事 你连想都想不到了 快点回来了 啊 这是你啊 在哪儿 我来看看盈盈和宝宝 盈盈 怎么样恢复的 还行 什么味啊 又在煲汤啊 盈盈啊 你现在的身材还好 再喝下去啊 你非发福不可 这身材恢复很容易的 现在正在喂奶呢 什么身材不身材的 宝宝呢 我想看看宝宝 在里面睡着 啊 这孩子太可爱了 你看白白的胖嘟嘟的啊 我还没洗手 洗了手再磨它 宝宝 哎 哎呀 真的跟楠楠小的时候啊 长得一模一样 楠楠小时候样子 你还记得着啊 嗯 当然记得 太可爱了 我去洗手 我去洗干净了 你给我抱抱抱一样 你不行 你刚才太小 身这么软 你不会抱的 我怎么不会抱啊 孩子这么大了 啊 给我 可可是奶奶带大的吧 哎 楠楠就更别说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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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